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那天我跟你分享过从一个影片的制作 从我们拍摄前制作业约来宾议题的设定一直到去完成它动用的从前线到完成大概要三四十个人 可是到了小君Torrent Plus频道里头 我用的人不到三四个人 完全零拿掉了 那很多还是part time的 那来来去去当中 我也面临到一些挑战 除了这一年来 主持人 零知心之外 当然这是我自己心甘情愿去做的 因为对于一个频道开始 我自己本身要升迁这个频道的负责人 我自己是一个主持人 是一个制作人 某种程度我要负责是工程部 所以突然间好像工程部经理也必须我来做 节目部经理甚至包括业务部 因为频道要生存下去 这些零零种种的开销 都为了让这个频道可以继续往前走 尽管也缴了非常多的学费 可是我也很感恩 您知道在去年的前日本首相安倍遭到枪杀之后的 7月9号24小时之内 来自我身边的朋友提供灯光 提供机器 提供异物的摄影师 还有异物的导播 我们在一天内诞生完成了 我们的第一支影片 就这样子 从一个礼拜两支影片 三支影片 到后来几乎天天有影片 到后来甚至天天有两支影片以上 那是因为身为一个新闻人 对于国际变动中的事物 尤其是中国内部的事物 尤其是在国内政局的发展 我们充满了热情 希望能传达更多的声音 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呢 这位好朋友 他长期在小军超红plus 是我们长期的 在我们智库 在我们的学者当中 总是可以在第一时间提供我们观点 让我们可以洞悉局势变动当中 这个非常模糊甚至难以去辨识状况 而在我们未来 未来 除了小军超红plus频道之后 其实我们更大的野心 也希望开拓第二个节目 第三个节目 甚至第二个频道 第三个频道 那这些都是因应在传统电视没落之后 民众喜欢透过了数位 喜欢透过了电视 透过了我们这种手机的方式去接触传播 那我觉得其实也蛮好的 很多国人朋友会还是期待我回到传统电视 我想传统电视跟现在的氛围已经不太一样了 传统电视依然是扮演它传统的角色 但是相信之下 透过数位传播 它的扩散能力可能更加的弹性 就像海内外的观众朋友 你可以随时看我的影片 当你打开小军台湾plus 现在已经累积 我记得是700多支的影片 当然卖向18万的订阅 18万的订阅恐怕是过去我在新台湾加油 要组织10年以上才会有的 但一年的时间可以达到 我知道离开一个传统电视台 当你每天晚上8点钟10点钟 可以两个小时看到小军姐突然间看不到了 追随的力量 这些铁粉让我知道说 哦 原来我应该要继续发声 我也没有想要退休 好 拉哩拉扎跟大家分享这么多 希望每一天提供不同的意见跟你分享 这些都是要传达我内心的感谢 邀请到谁都还没有介绍 宋国诚老师 来 老师晚安 是 小军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还蛮有荣幸 第一次让宋国诚老师在我面前听我上课 没有 没有 听到您的肺腑之言 还有对观众的期待 是 是 是 希望得到更多观众对你的爱护 是 我想今天特别找宋老师来 在得太风天里头 风雨深信心 我们本来以为这个平常非常忙碌他 好不容易波容来的遇到了太风天 他势必会安排其他的活动 比如说昨天一听到北北基 突然间要 已经要停班停课了 你知道KTV啦 全面大爆嘛 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台湾 那放台风跟不放台风架 我相信这个是几家欢乐几家愁 局队县市长也都被骂爆了 我们今天要谈一个话题是 在这两天同样有非常严重的台风的氛围 是中国的北京市跟河北 因为连日大雨的影响呢 它各地严重的一个水灾 尤其我们看到在各地 产生了一个淹水状况 它的严重情景几乎是我们难以想象的 这边我请教宋老师 怎么样来看这一次被认为 是半世纪来最大的一个暴雨 不淹水的地方通通都淹了 您看到了什么呢 基本上就是说 当然这个天灾很严重了 好像是五十年一遇嘛 一百四十年来最大的一个雨势 一天下足了 下满了两年的这个水量嘛 但是我们通常就谈这个 天灾与人祸的关系 基本上当然人不可能升天 人不会去制造天灾 但是天灾的严重性 一定有人为的因素 或者是人祸的因素 所以这次水灾 我大概以我的时候了解 它的灾情的惨重 有一点点是不合理 有些甚至是应可预防 而没有得到预防 就是应该是预防 但是却结果没有得到一个预防 你譬如说我们讲这个 比较严重的像这个门头沟区 还有房山区 其实它不是北京市最偏远的地方 最便宜的地方 还有就是昌平啊 还有淮柔这个地方比较偏远 那么你看这个门头沟啊 比如说有一家饭店 叫做西潭饭店 西就是熟悉的西 潭是昙花一现的潭 它是一个仿道紫荆城的建筑 然后呢 是一个中国古典建筑的 一个花园酒店 楼层虽然不高 大概两三层而已 可是它内部的这个装潢 是帝王式的装潢 外面是一个贵族式的庭院 很高级 整个被重毁了 整个被重毁 那么北京市内有个河 叫永定河暴涨 然后桥断了 然后这个堤防也裂开了 所以水就有大量的暴涨 以至于这个整条河呢 马路呢 叫做汽车河 为什么 因为飘的都是汽车 那么还有就是说是 在路边有看到 也有一些尸体 这些尸体是用马赛克处理的 显示就是说它应该是死状极惨 或者是不堪入目等等 那么包括这个紫禁城 听说也淹了嘛 天外门也淹了 然后当然啦 故宫是有肾水 不算严重 但是就是说我们从这整个 一个巨大的天灾当中里面 去背后去看说是不是有人的因素 或者是这个其他的一些因素造成 这么大的一个天灾 以我的观察大概有四个方面的方向 是就是可预防而没有得到预防的因素 第一个就是说这件事情 证明就是北京的城市治理呢 依然是严重的落后 所谓城市的治理 一方面 就是北京市的那些比较经济发达的地区 东城 西城 朝阳 海定这些地区 它是一个经济中心 那么所以它那边的各种的基础设施 就比较完善嘛 有钱人都住那个地方 或者是企业都在那个地方 可是相对的 你像门头沟 或者是房山这个地区 相对的话 其实也不是太偏远 只是在这个周边的一个地区 它的建设就比较落后 但是这次的水灾 基本上来讲 也在北京的城市中心里面爆发出来了 就为什么呢 就是说一方面 北京市到现在为止 作为中国第一大的一个首都嘛 它的这个卫生下水道系统 基本上还是非常落后 因为受到地形的影响 你说洪雪来了 其实最大的功能还是下水道 但是它的下水道 几乎没有达到任何的宣泄和排水的作用 所以可见 除了这个城市的一个基础建设 很不均衡以外 城市的一个基本的一个 卫生下水道系统 也非常的落后 那么另外一方面就是说 我们还可以谈到 就是说是 每一个城市每年都会遇到 这个各种天灾嘛 那么从这次这个整个事件发展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 北京市其实一直 一直是缺乏一个完整的一个 防载的一个系统 我们常在台北有台风嘛 都会听到警告就是说 如果有民众这个天灾哪里 那个什么二号水门之外 那么请你赶快移车等等的 他们没有这样的一种 台风的一种预告 然后应该有什么样的一个应变的措施 乃至于台风来的时候 有没有一个完整的一个救灾的系统 我觉得是看起来相当的缺乏 所以以至于发生汽车河 为什么发生汽车河呢 就像我刚刚所讲的 在我们台湾的话 一定警告你移车吗 他不是 他那个车子有些停在社区 甚至有些开车下班 大灯还亮着 就洪水一来 就顺水漂流下去 所以这个人民的防灾意识 防台的这个准备 基本上没有做了很好的宣传 然后这个政府在处理整个灾难的系统 我们也有完整的结构 我就举一个例子 这个我们就灾害发生的时候 应该可以看到三种车 车辆的车 一个叫做警备车 看看什么地方有灾难 第二个是消防车 第三个叫什么救护车 可是我所看的一些视频当中 这三种车都没有出现 所以纯粹从天灾的角度来看的话 我觉得北京是证明说 它是一个很脆弱的城市 它没有建立一个完整的一个 防训抗训的一个系统 乃至于也没有对人民的灾情 有充分的告知 现场的这个救难的这些程序 本身也看不住 有什么样的SOP的程序 一片慌乱 我们只是在一些灵性的视频当中 你们看到那些社区的保安 或者地方的警察 在那边抛救生圈 拉这个绳子 这就是很若狐 就是局部零星式的救难工作是有 但是作为一个城景 整个大城市的系统 而规模的一个防灾系统 我看在北京来讲 完全没有建构出来 这个事就是说 我们从灾情的角度来看 所以你看到这些画面的场景 我觉得宋老师点出这一点 对台湾来讲 我们看到北京这个状况 你一个这么大的一个都市 这么大的人口的一个国家 竟然基本上 中央气象局的一个预报系统 因为相关单位你必须要去配合 你没有预报系统 而你的防灾体系也没有建立 因为这一次它各地的淹水 因为整个画面真的是触目惊心 就连号称是600年来 从来没有淹水的北京的紫禁城 它都出现泡在水中的画面 我们也知道 因为这个台风叫做杜苏瑞 它是在上一周才刚刚离开台湾 那么一路北上抵达中国之后 其实应该早有所预防的 你应该都知道 它从大概7月29号 开始在北京天津跟河北这个地方 造成连续大雨之后 那个时候北京的气氧局的资料 就是说因为到现在 今天的8月2号为止 北京在昌平区的降雨量大概 744.8毫米 这是北京140年来 被认为出现最大的一个降雨 那河北的降雨呢 最为严重 是这一次最严重的地方 它的雨量更是超过1000毫米 也就是说相当于在短短几天之内 两天当中降了两年的一个雨量 这个大型台风北上 因为碰到山脉之后 通常会带来非常严重的 所谓的强降雨 这一次因为杜苏瑞之后 紧接着又是在今天 我们放台风下的卡努台风 那么这个卡努台风又送来更多的水汽 所以在这个华北的平原降下了非常多的豪雨 我们说老师刚刚讲北京天津还有一个河北到处都是汪洋一片 因为街道被大水冲刷之后 车辆了房子通通泡在水里 救难人员划着简单的救生艇去救灾同时呢 我们也看到的确我们一般在台风可以看到出动的这种所谓的救难大队 包括实时要去巡逻的竟然看不到 看起来好像都是民众小老百姓或社区这些警卫自立究竟 这个国家的治理出现什么问题 我觉得就是基层的城市治理非常严重的忽略 您刚讲的就是说整个这个台风其实经过河北的时候 当然河北是个平原 没有任何的屏障 其实它在河北已经造成重大的伤害 光是一个地方叫卓州 就有上百万的人是处于一个受困的情况 可是我们却看到当地的警力 全部都是为了去保护什么 保护习近平的雄安心区了 这个其实就让人家觉得看起来非常的辛酸 所以在这个河北保定地区附近 特别是在卓州 已经有上百万人受困的 这个台风很明显就是在很短的时间间 就进入北京城了 可是据我的了解 似乎整个北京城对于这个台风的警惕心 是非常的不足 你从民众受灾的时候那种仓皇无措 乃至于就是说这个警力本身 完全靠不到任何一个救灾的能力等等 还有就是救护的这个工作等等的 几乎我们看不出是一个具有系统的 稳定的 来这个完整的一个城市救灾体系的建立 现代城市动辄上千万 你需要具备非常强而有力 而且是非常完整的一个救灾体系 才能够去避免一个巨大的一个天灾之后 所造成的一种重大的伤亡 我想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城市 当然了就是我们也不愿意把这个天灾予以政治化 不过我也必须要这样指出就是说 你这个天灾发生的时候 我们讲说文生就苦嘛 要紧急救难嘛 可是你看中共的官员 第一件事情就上网看 看这个微博上面有没有一些不实的言论 有没有一些虚假的消息 有没有批评政府的言论 救灾都已经是来不及了 他的心中还是想到是什么 维稳啦 维稳比人民的生命还重要 当然我这样的指责也许过重了 但是事实的情况让我感觉是这个样子 那么另外一方面就是说 也许我们讲的比较远一点就是说 我刚刚讲了就是说 整个中国的这个对于城市治理本身的忽略 其实是来自于领导人本身的一个思想所影响的 我就举两个例子嘛 好不好 前一阵子习近平不是接待季辛吉吗 是 他摆的那个是叫皇帝内宴 不是说到外面管子吃个饭 他是宫廷里面的一种皇帝内宴 说要被给季辛吉补办生日吗 那个要花多少银子啊 要花多少钱啊 然后百姓都在韭菜困苦当中 你还在招待一个美国的过期的政客 花那么多钱等等的 这就显示出怎么样 领导人本身啊 我要讲的严重一点 缺乏一种悲天命人 明包物语的精神 我甚至可以更严重的客者就是说 我们不是有一句话嘛 叫做猪门酒肉臭 路有洞死骨嘛 虽然我不愿意那么样的激烈的政治化来形容 但是一连串这些给我们看的就是 高层人物所关心的是什么嘛 他关心的是说我要搞一带一路 我要到全世界宣扬国威 坦白讲被这些受难国家来讲 对这些受难国家来讲 你的国威是我的果难啊 然后你说你要跟我命运共同 可是对我来讲是灾物共同啊 所以就是说强国梦 宣扬中国的国威 然后凸显你领导人的一个政治地位 跟世界领袖这个地位 这一种投资这一种关系 要远远对于生斗小民的 基本的生存权利 这我必须不客气的这么说 那么所以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 天灾固然是天灾了 但是执政者那么怎么样的去面对这个天灾的一个态度 那么我觉得中共这样一个体制是非常不及格的 因为同样的天灾今天如果发生在台北 或者在纽约或者在东京 至少这个政府官员一定要承担责任嘛 我想这个天灾如果发生在台北 所以行政院长一定立刻下台的了 毫无疑问 可是中共的体制它就是一个 无究责的体制嘛 我们英文叫做 叫做non accountable 就是不必向人民去负起政治责任的体制嘛 那么所以这样一个体制本身 对于官员本身就除了一般的法律和政治的要求之外 它其实有非常严重的缺乏对人民的人道的要求 所以你看它第一时间 它关心的是党的利益有没有受害嘛 有没有一些虚假消息批评政府嘛 它关心的就是说整个社会的威权嘛 它人民的生命财产反而是吃药的 所以这种体制本身我觉得 比如说我没严厉的批评的话 人性不足啦 温度不够 对人民的关怀本身敷衍了事 不是我们讲人秘几秘嘛 人积几积嘛 这是我们中国最重要的一个政治伦理 可是甚至我们讲说人积官积嘛 就是官员的官嘛 人受到了这个迫害的时候 或者是伤害的时候 官员们要把它当作是自己的一个苦难 可是我觉得在这次学生里面 不仅充分暴露了 号称第二大经济的国家 在自己的首都地区的城市的基本建设 非常的落后 特别是跟这个人民的基本生存要求 所需要的卫生下水道系统 泄洪系统 抗讯系统 整个气象的预报系统 警告系统 来自于来了之后的救灾的系统等等 我觉得都非常非常的缺乏 所以这支水灾造成这么大的一个损伤 我觉得就是 也让人家觉得就是说 虽然是个天灾 但是背后呢 这么严重的天灾本身 背后还是有人为人祸的因素在里面 天子孝在北京都已经呈现这个状况 你可以想见那其他的城市呢 我记得好像在北京至少这个超大城市 1000万人口有22个以上 如果他的新建城市资源如何了不平均 那可以想见这个水灾所遍及的地方 他们的公共建设基础建设 会呈现多么多落后呢 对 这个落后的程度很难想象 大概如果我们要比较台湾吧 现在北京是有一些比较 当然你说精华地区本身比较良善 可是比较周边的一个地区 大概相当于台湾大概 我们以民国来算 大概也不过就是民国 80年到90年的水平 那么譬如说这个下水道系统本身 各个地区之间怎么样去做一个连贯 做一项一个排水科学的设计 跟它的功能的检测等等的 其实落后台湾大概有20年以上 20年以上 我们也可以想象 比如说过去我们台湾有重大的水灾 817水灾就很明显 那个时候就是暴露出台湾 当时一个公共建设的落后 排水系统不良等等 但是这几年来我们都有长足的改善 我们现在已经搞到什么程度 无风无雨也可以放台风架 有时候判断上有时候会很为难 失去准头的时候还是会有 但是我觉得我们不要骂官员了 就是说放假也好不放假 不放假的首长他遵守法规 放假的官员体恤民意 那么最大限度的去考量人民的一个权益 避免受到台风的影响 那干脆就放假 所以我觉得也不要去克制不放假的 放假的也是因为爱护人民嘛 体恤人民 让人民在可能的台风雨时休息一天 所以我觉得也不要相互的指责 但是以大陆情况来讲 北京尚且如此 天子脚下的城市 现在北京的人民都泡在怎么样 天子的泡脚水下面 那么首扇直区尚且如此 那其他的城市 二线的三线的是更加严重 甚至我所知道的情况就是 有一些二线的城市 几乎有些还没有下水道的 就是用传统的那个水沟 所以习近平这十年到底在做什么 基础建设完全昏然不知 在极端气候的变化之下 都不知道去因应吗 他底下没有一个专业团队吗 水利专家去因应这个 强降雨的一个状况 他都不知道吗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那么你说他知不知道 可能还真不知道呢 为什么 因为他的整个心事都在强国梦 整个心事都在整肃军队 看哪一个人对我不忠 然后用海军去领导火箭军 用空军去领导海箭军等等 他在脑袋当中 你们一直是就是那种国威 要辉煌 要强国 维稳可以动用 不许动用这么多的人力跟力量 现在遇到这种天灾 为什么不动员到你 这样维稳的力量去进行救灾去因应呢 是啊 我们的疑问 我们的疑问真的是疑问中的疑问 为什么 真的是很难以理解 你譬如说他一年的维稳经费 超过军事开支 军费开支 比军费还要多 他的军费已经够多了 全国性的维稳工作 还超越这个军费 还有这些维稳的 这些警察公安等等的 在他们整个一个公务生涯当中里面 政治摆第一 专业摆第二 服务人民摆第三 这个优先顺序本身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上尉都所好下必胜言 意思就是当你上尉的人本身 都是在寻求那种空大的那种民族的美梦的时候 对于深逗小民的一些具体的利益 当然就不放在眼里 所以我觉得这个中共的体制是一个空大的体制 又空虚又庞大的一个体制 可是在底下人民的生活本身 有很多时候真的是要自力救济 真的是要自己保自己的命 所以这个体制本身的弊病就是在于 它不是一个以民意为基础 没有监督机制 没有 你想当时在台湾发生八八风灾的时候 官员所承受压力有多大 但是呼天抢地 台湾所面临的也是一个 天灾所带来的这些变数 可是为什么民众会抗议会愤怒 会觉得在该抢救的时候 会希望你的资源应该更精准的到 因为你资源到不了的地方 民众就自力救济 民众自力救济 它可能面临是更大灾难的一个开始 可是在中国所看到 处处都是没有监督机制 一个威权体制下所面临的情形 跟民主可以监督之下 我们所看到人命关天 对 所以就是我刚刚所讲的 中共的体制是一个 无救责的体制 就是没有追究责任的这样一个体制 而且整个国家的一个总体的资源 全部都是放在一个 能够表现共产党的伟光大 伟大光明正确的 这样的一个政治任务上面 国家大部分的财政与资源 去放在能够去放大和宣传 国家的这种政治任务上面 做一个世界强国等等 以至于一般小老百姓的那种 日常的安全健康等等 你看他的医保 社保等等 都非常不健全 如果以台湾的健保 就跟他们的医保去保的话 那真的是天壤之别 所以你看 西层的这个庶民的服务工作 医保社保等等 农保等等的 保险工作嘛 还有就是关于职场的安全的保障 劳工权益的保障等等 基本上都有人落后于世界的一个国家 可是他愿意砸重金在宣扬国威上面 就是宁政外人不予加奴嘛 就是这样的一种传统的思想 所以政府所关切的是 政党自己自身的利益 而不较少的去关心民众切身的利益 我想长起来 台湾怎么防灾怎么救灾 我们一直都有非常成熟的一个演练 台风在小小的台湾一直陪着我们成长 所以我们有累积非常多的经验 我们是一个民主的国家 地方首长或者是该有的小小的区长跟镇长 或乡长做的不好 我们有监督的机制 不过反观 这些成熟的经验 这样一个民主的经验 中国是没有的 但是人命关天 一个威权体制之下 现在是怎么样躺平了吗 我们持续来关注中国水患的同时 也希望台湾的宝贵经验 说真的中国应该要学一学 谢谢宋老师 我可以补充一下吗 是 来 宋老师 可以 我想对于官员防灾 两岸做个对比好不好 你看如果说同样的风灾 发生在台湾的话 你看今天我们的官员 尚且对于要不要放台风架 他都要负政治责任 他都要接受民意的拷问 等等 甚至就是说你做防灾不利的话 你要负起政治责任 甚至你会丢乌沙帽也不一定 这在台湾的民主监督的情况之下 在大陆你看今天 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有没有人出来负责 没有啊 你看从这个防汛抗灾的主任 到北京市长 到这个更高级的 像国务委员等等 没有一个人出来负责 所以你就看当这个灾难 普遍发生的时候 没有一个专员出来安抚民心 没有一个人出来为他的政策负责 乃至于为他的这个政治责任 承担起他应该有的责任 你说这两岸 一个风灾 一个风灾两个世界嘛 台湾表现是一个很成熟 连放不放假官员都要负责 而他里面的天大的灾难 到今天为止 官员都还没有出来负责呢 所以我说中国的防灾 台湾的防灾救灾 是相对非常成熟 这些宝贵的经验 中国可以学习 但是民主的监督 他们是没有的 谢谢宋老师 谢谢 谢谢也希望这场水患 能够让14亿人口提振到 民主的珍贵 当然我们也知道 赶快去度过 否则呢 在当下所发生的 立即性的这种财产的损失 对这些百姓来讲 真的是情何以堪 可能你一辈子 所累积的这些积蓄 完全都泡汤了 谢谢您 我们再会了 很久不见 我们不见到全民主的结架 因为我们坚持 的平民主的珍贵 我们也设定 云厚的故事 您必须能较�d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